这些新款的高档手机不仅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 也是一些不法分子觊觎的目标 那么最近的警方就发现在一些手机卖场数码商城 发生了多起针对高档手机的盗钱 来看一下今天的社会战博报 两个多星期前苏州某数码商城内的29部iPhone5手机被盗 总计价值10万多元 嫌疑人王某很快被抓获 他交代 当天凌晨他流窜到这家数码商城 发现后门没有上锁 于是溜进去疯狂盗窃 王某将到来的18部手机以低价卖出 数码商店里的贵重商品比较多 晚上打烊的时候一定要锁好门窗带走营业款 有挑战的商家可以多安装些计防设施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 随意购买来路不明的手机 不仅可能受骗还可能涉嫌违法